Hello, 各位歡迎回到 蜂蜢才子和三位小生樂回家 今天很特別的, 整個陣容都很特別 今天我們講一下不同的題目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阿嫂 Lancy, 和我做過專訪 簡單介紹一下Lancy 其實她本身是一個加拿大註冊規格和資格的移民顧問 因為其實很多坊間, 我也知道 很多人都說關於什麼Stream A、Stream B 很多古靈精華關於我們移民的加拿大 資格好, 情況好 不如聽這麼多外面的說話 不如和我自己說吧 Lancy, 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不好 沒問題 節目開始之前, 記住訂閱 蜂蜢才子和三個小生樂回家 我們這次要Crossover的一節目 OK, 出發了, Let's go! Hello, Hello 剛才在前言都說過, 我們都很榮幸 請了阿嫂, 阿嫂, Lancy 真的遠到Edmonton 過來 跟大家講一講一些我叫移民的小提示 Garry, 剛才你坐在這裏 搬了一個來 你想想運動嗎? 這張得到你的, 記不記得 好, Lancy 你本身也是註冊的移民顧問 問你就最適合了 好 簡單和觀眾介紹 我們Stream A、Stream B 簡單講講是什麼 還有時間線 因為我知道已經走了幾年 因為朋友剛才在上星期才問 究竟那個時間性是怎樣 聽說又說明年9月2023年9月 就一定是最遲入學 有些就說不是 其實實際情況是怎樣 OK Stream A, 即Hong Kong Pathway 其中一個Stream 正式出台日子是2021年6月 它的要求是在加拿大讀書畢業 In Canada Studies 你做學歷最少就是兩年的Diploma 或者以上 當然可以是學士、碩士、甚至博士 是 如果你在8月31日2026年 8月31日2026年 一定要畢業 一定要畢業 在那天之前 畢業 再交一個Complete Application 是一個完整的申請 你就可以直接申請PR 如果你是現在來計算的話 就出台一年了 一年半 對 一年半 對不起 原來是聖誕節 如果你在現在來計算 本身最低的要求 可以說一個 你在加拿大讀一個兩年的Diploma 就可以直接申請PR 即2024年9月可以嗎 可以 最盡最盡 對 如果你2024年9月開學 一般大專課的課程 就會是9月到12月為一個Term 是 1月到4月是第二個Term 如果有兩年的Diploma 其實是讀四個Term 即是9月到4月放暑假 然後再9月到4月 就會叫兩年Diploma 最盡 2024年 即是還有時間 今天才是2022年12月 是的 但要留意 現在來說 如果你今天才報名 很多被認可的 院校Destinated Learning Institute DLI的收收 已到2023年9月開學 即是這一刻報 於2023年9月才開學 已經收緊 收緊 會否有些已經爆滿了 有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些已經爆滿 甚至乎2023年9月份 已是上等待列 OK 即是說 要再報 如果我有些有興趣的Course 是2024年1月 如果它2024年1月可以開學 你還可以有這個機會 但某些科目 不會一定是9月開完學之後 1月再開學 它可能不會有1月的Intake 哦 即是說 你就要去到2024年9月開學 OK 那一刻已經是最盡 最盡最盡 你還要是每一科都要 要夠分畢業 或者叫做Pass 肥了老 那怎麼辦 肥了老 首先就retake 那一科 但如果你retake那一科 你立即有得retake 便可以 如果你不是立即有得retake 你可能要看它何時開 然後那一科 可能會阻礙你升班 是的 那些大謊 是的 都需要計算 這一刻來講 其實我聽聞已經是20 今年現在的12月 9月10月的時候 已經人們是報2023年9月 因為它怕可能敷了 就像剛才Nancy那樣說 要到2024年的9月 不過我猜温哥華這些特別爆料 很重要 你在Edmonton呢 你在Edmonton 去內錄了SARS的Tune 有來了 可以了 今天主要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說這件事 你又是親善大使 是的 但你還是要看院校 很多都是說 他有一部份一定要收本地生 一部份才會收留學生 收留學生那一部份 他會分 例如像我們 大人去讀書 叫做Mature Student 他又不會說全部留學生的學位 都是給Mature Student 當然 他有一些12班 升班的留學生 他都會收那些 所以學位為何這麼緊張 其實可能是收生比例 都會有影響 正常是他們先補學校 學校收留 他們才再申請我們所謂的學簽 沒錯 那時序是怎樣 首先補學校之前 就是考英文試 是 一般朋友就考IELTS的Academic 又或者考Dulingo 你第一步考到IELTS 之後呢 你就可以陸陸續續去補學校 但如果我補一些Course 我聽到朋友說 最熱的那些 我要做發言師 我要烤蛋糕 那些是否相對IELTS的分數 亦都不會很高 以多仁多或溫哥華幾間 比較多香港朋友報的學校 IELTS overall是要6 每一科要給5.5 那不難 可以的 你去考也一定考到 我們香港朋友應該問題不太大 大部份來說 不太淺貨 大部份應該多 你要錄 但當然某些科目 可能有些朋友讀Accounting 或者讀…我不知道 可能很Academic 那些就要求會高 對 如果College一般都是6 OK 大學是7 OK 那我相信大部份讀College 算了 他們行Stream A 除了自我真正 學到東西自己之外 我想還有其他原因 沒錯 每人有不同的原因 沒錯 沒錯 大部份的朋友都讀兩年Diploma 多 OK Stream A 另一個是Stream B 沒錯 Stream B又是甚麼 Stream B其實是被一些已經讀完書 是 但有加拿大工作經驗的朋友申請 讀完書是否多久之前 沒錯 它的要求是2026年8月31日截止 是 即是Hong Kong Parkway 無論A和B都會到2026年8月30日入址 就是入址 一個全程程式 是 B的要求是 你在申請日之前 五年內要大專畢業 再加上在加拿大做了一年的全職工作 又或者一年工作經驗 而是足夠1560小時 OK 你說過去五年內畢業 問題是 我當我是畢業了 過去兩三年前我畢業 我需要找到工作才過來 還是可以申請所謂的 Open World Permit 沒錯 第一步就是申請Open World Permit OK 但Open World Permit 大家朋友就要留意 你如果五年之內 在香港 我們朋友比較香港多 大專畢業的話 你在2023年2月7日之前 可以遞交申請三年的Open World Permit 2023年 2月7日 2月7日 大家要記住 對 想行Stream B的朋友 第一個Deadline 就是2023年2月7日 你就要遞交一個Complete Application 去申請Open World Permit 時間不多 不多 還有兩個多月 沒錯 你還要收拾文件 這個真的挺 如果你們想行Stream B 所以這個Deadline 是否沒有了這件事 還是怎樣 沒有了 以今天的消息來說 就不會再有Extension 即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用Open World Permit 過來拿一年工作經驗的話 你就一定要2月7日之前 遞交所有申請 那Stream B 其實都頗問一下 是的 因為這個2月7日 首先計算 第二個條件 就是要在遞交PR移民申請 一會兒 你是要五年之內大專畢業 以及做滿一年 即是說現在對很多觀眾來說 如果他們還未準備 或者打算做 就要快手 要快手 或者如果基本上錯過 就只可以走Stream A 沒錯 這些就是一些很實在的事 即時間性 反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興趣 所以我慢慢問你 就是有沒有什麼 你遇到的案例 或者聽回來 例如Gary 你聽回來 有些是有趣一些 或者是緊要一些 例如我會不會 舉個例子 Stream A 我選一些課程 讀完之後他不批 又或者我們報名 報某些科目的時候 我們有注意的地方 最近我聽過有人 Stream A 他之前是Study Permit 他讀了足夠兩年 他去申請 接著到最後就說是不批他 接著現在 在收拾東西 就回香港 那些課程 我又不太知道 但是他們 你知道這裡 其實很蠟雜的 有很多 有些私人辦的課程 我聽過名字 我都打過特殼 那間也有課程 聽過其實有很多這種情況 為什麼他們 那時沒有Stream A 有些人過來 打算讀完書之後 再拿工作 拿工作 permit 留下 然後再申請 省提名 那些 但是他們現在 讀完書之後 不讓他申請 工作 permit 所以 現在一讀完書 就撿包袱走了 但是他不是去行Stream A 他就是想 他有這麼巧 其實他想著 剛剛好 一出了Stream A 我讀多一年 我已經畢業了 現在就想著 剛剛上年九月之前 讀完 想著很開心 可以申請工作簽證 甚至現在直接去申請Stream A 我懷疑是什麼 我懷疑他本身 讀了一部Stream A 他中間 convert不到 我不知道 文尊家 讓我解釋什麼 文尊家 我和你 讓我解釋 是什麼情況 那個情形就是 這位朋友 他應該是 2020年左右 就過來讀一個 兩年的課程 正如Gary說 什麼課程 我們就不方便說 因為都不是我手上的case 我都不太知道 太多dlibs 他應該去到今年 2022年的8月 讀完書 他分析了幾件事 第一 就是他這個院校 這個DLI 雖然有DLI的數字 但是不讓他拿PGWP Postgrad Work Permit 我給他中文名 畢業公簽 畢業後 應該可以拿一個 Open Work Permit 是留下的 這件事 已經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Stream A B 你申請等著批 的時候 你是要人在加拿大 當然是要持有效簽證 人在加拿大 你讀完書 拿不到這個Work Permit 已經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他想著 不如續一個女客簽證 就可以了 我用女客身份在等 但當他的申請 入到移民局的時候 就說 你這間院校的課程 是not accredited 即是不受時認可 所以就不派了 不過這個已經叫做 在Stream A之前 反而有很多觀眾想問 Stream B我不要說了 因為差不多遲 OK Stream A我未來的 我還有少許時間 有甚麼要注意 或者現在要準備 Stream A因為是臨時措施 所以它裏面的法例 列出來的不是多 但可以有些分享 和朋友分享 就是有些事一定要注意 第一 就是我們找的學院 一定要是DLI Vacinated Learning Institute 在IRCC的網站 會有DLI號碼 第二 就是你最好找一間學院 是可以讓你取取PGWP 讀完書之後 是可以連聯邦法院 都會認受 IRCC都會認受 這批畢業生 是可以拿畢業公簽的 你用這兩個來做指標 你的課程 都不會不被認受 OK 即是在讀書中選課程 第一步就先選錯課 或者先選錯學院 沒錯 還有一件事 其實是 教育來說 就是省政府去規管 一個被認受的兩年Diploma 它是會有一個 Amount of Instructional Hours 是被要求的 即是你不可以說 我讀一年書 但有一年就是做別的實習 或者做別的東西 而沒有指標的 沒有上課的 其實可能你這個中數就會不夠 所以省政府都不會認可這些課程 很好 另外還剛才說這件事 你想起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聽人說 我要他 我人未到 對 你知道我最近有個例子 就是那個人 原來讀了兩年 他說讀完 但他從來未入過加拿大 連工作 連study permit都沒有申請 應該不可以 不可以 真的什麼都有 但他說 他在香港的agent教他 當然 這些就是信趣人 大家真的要大眼識人 這個 Derek帶出這件事很好 其實在加拿大 無論是在網上 你身邊或在實體上課 讀一個課程比半年 IB 是需要有一個 掌斤的 因為去年2020年 我們三月的加拿大封關 之後香港可能是参加的犯狀 製司系統 Stream8 你有50% 市中 admin 即至於 現在有50% 你可以先在香港上託 但大家要留意 你可以先在香港上託 順便去設定一下你們的事 但你一定開學那一天或之前 你的學簽是要批准的 是要有一個Letter of Introduction 你不過來 去開啟你的學簽不要緊 但你要是白紙黑字申請了 而是別人批准你的Study Permit 那你才好開學 留意正如我剛才帶出了一件事 因為是COVID的臨時措施 大專院校都沒有實體上託 所以我都給了 但這些你看到加拿大現在都開啟了 開啟了 開啟了 但有沒有說回已經沒有了以50%的事 未 但大家要留意 這是我自己個人意見 可能這件事會隨時禁止你的 隨時都不會放寬50% 可以讓你在外面上託 所以我都會提議朋友 與其學簽都批准了 不如早點過來 明白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提議 Lancey 我問最後一個項目 之前我和Gary都參加過 很多朋友申請完了 批准你了 一間學校要寫study plan 很多朋友都會說我自己作 我自己寫 很多事都是 究竟會否work呢 你聽過你行不行 其實我覺得work的 work的 我覺得work的 是 因為如果你說 說真的 我們當年過來讀書 我都幫那些朋友 都是不斷以了記者字的 不過這樣話分兩頭說 那時候我的朋友都是十多二十歲的 不是現在四五十歲的 四五十歲 你說你過來讀書 這樣就坦白說 雖然大家都明白 有些朋友想過來 但是寫你也寫得很好看 你寫你也 假裝你真的很好學 交給Lancey 說一下 study plan 有些朋友叫他 letter of explanation 你解釋給移民官 為何我去到今時今日 我做了這麼多年 我都想過來加拿大讀書 其實是一個你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 你讀書之後 你會怎樣 或者為何你要讀書 如實報道 如實寫回就OK了 如實寫回就OK了 我真的喜歡煮飯 或者我突然間發覺 我做了這麼多年 心態上想讀書 你記住這個計劃是給你申請學簽的 不是給你課任何其他東西 但我曾經見過一些個案 就是那個study plan 我聽到移民官都沒有問我 我第一次申請 他已經居然寫一些案例 去跟別人 可不可以叫challenge 這個字 即是好像一開始已經責罵 即是如果你沒有challenge你 他已經就一開始就已經 好像整定一些 假如你這樣問我 案例 我講完我有什麼權利 有些朋友這樣問過我們 我當然就再次聯繫給Nancy 然後我記得好像挺精彩的 記住這件事是大忌 我給一個現實的例子 譬如我們過來 visit a Derek 我們按門鐘 即是我想入屋 你有權開門 或者不開門 你有權給不給客人入屋 其實朋友申請過來加拿大一樣 我們申請中 我們希望加拿大政府會讓我們過來 而不是說罵他 你不開門 你不給我入屋 我就是開門 你沒有這個權利 為什麼呢 在這裡說 沒錯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計劃 很簡單 告訴別人 為什麼我想讀這個科目 為什麼讀這個科目 對我的人生有什麼好處 當然 中間是會有些技術的 當然 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寫 我好像剛才這樣說 當然 如果你們說 真是想不到 找回一些註冊 合資格 會寫的朋友 可能會幫到大家 我想今天短短十多分鐘 其實就很難說了這麼多東西 別人考試 都考到暈了 才考到牌子 但希望帶出少許概念給大家 因為時間也所限 Stream B 差不多 接著還有Stream A 所以如果大家有其他三個問題 當然可以聯絡 我們三個小生 封落祥子 跟著再聯絡Lance 今天多謝Lance 遠到 真的遠到 飛機 Edmonton 過來溫哥華 做頭髮 順便 不錯 你說要拍片 我也是日日預備 剛好我準備了羊腩煲 所以就邀請兩位過來吃飯 要了要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再說一次 記得分享訂閱和點贊 風流祥子和三個小生我回家 下次再見 好嗎 拜拜 拜拜 拜拜